曼联球星卡里克的自传 麦克尔卡里克纵横四线的第一章叫做《红色他》 在其中回忆了2016年作为球迷道安菲尔德观战 以及今年1月跟儿子杰西一起在特赴摩尔球场观看曼联比赛的经历 我可以把自己视为曼联球迷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们被击败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失望 但他喜怒不形于色 在自传中37岁的卡里克透露 我向我的父亲我喜欢隐藏自己的情绪 有趣的是在伯格巴与曼联主帅 穆里米奥最近那次著名的在天空体育电视台进 头衔的争吵使法国后腰被木帅叫住 之前刚跟卡里克握了手木帅和伯格巴的争执飞 长明显鸟书提到了Instagram 并且让伯格巴走开木帅不满意 伯格巴在那连赛联赛杯第三轮点球大战 输给德比军后在社交网站 发了一条跟队友卢克肖和安 德雷斯佩雷拉说笑的视频 8900万棒先生则解释 说是WiFi信号不好导致他是在慢 连领先时上传的视频卡里克也有社交网站 账号但给人的印象是那是在妻子要求下 开设的在卡里克的自传中有一段描写 2015年曼联克场2比1击败利物浦的比赛 那场比赛被誉为本世纪曼联在安菲尔德梯的最好的一场 球马塔的倒钩以及杰拉德的闪电红牌场酒 留在了球迷的记忆中但卡 李克说他留下的只有后悔那场比赛 曼联队里有十名球员 从未参加过红色的比赛后更衣是兴奋的都在震动有一名队友 卡里克没有点名说是谁安排球员拍了一张性度照片 由按摩师安比卡维尼负责拍 是曼联那场比赛的首发和替补球员全部上镜 包括卡里克在后他在互联网上热传通过球员们的社交网站 散发出去球迷疯狂传播 因为曼联过去7次做客安菲尔德输了5场 终于赢球让红魔拥躲吐气扬眉 但这一举动违背了卡里克的信条 他感觉羞愧认为这是人生中做过的最糟糕的其中一件事 当我10年前或者15年前作为球员时 那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与现在的球员所做的相比 世界已经完全不同 卡里克举起手中的iPhone这些东西都已经非常不同 有些事情你必须接纳在那一件事都有界限 这是必须的 所以你必须做出衡量 现在我不会坐在这里说 这件事是对的那件事是错的 但我也有责任更衣是和训练场 已经是一个新的事 就要在队里生存 你需要张开双臂 拥抱新失误 所以你必须照顾好这些环节 我一直都有些保守太过守旧 因为我成长的年代里 你能得到一台手机已经非常幸运 别说能拿进更衣室 所以这是因为我的成长环境 使然有时候我的妻子会对我怒吼 呀 你需要与时俱进 也许他说的没错 但那就是我 卡里克表示自己现在已经是穆里尼奥的教练 因此在玩推特等社交媒体就不 那么对头 愿如金卡指导拥有230万粉丝的推特 只用来推广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你不难 想象卡里克依然记得符绝所说的 与其玩手机发140字的朋友圈 不如去图书馆读一本书 但社交网站上 球星们不只会受到赞扬 吹捧和欢迎他们 他们也会被喷钱曼联中场吉布孙和克莱维利 都被键盘侠痛骂最终 只好关了账号卡里克如此低调 照样难逃被口水淹没的命运卡里克的夫人 李克曾为此与前曼联队长罗伊基恩开战 在2014年欧冠淘汰赛曼联遭奥林匹亚 科斯所有人都看好红魔轻松过关 但第一回合赛果惊人 曼联0比2输球赛后吉恩痛批卡 李克的表现凭庸卡神夫人看不过眼 罗伊基恩去你妈的 他在推特上爆粗血 到当时卡里克本人 在雅典的曼联大巴上接到了7 则哭着打来的电话 在一场那样的比赛后 那真是个可怕的地方 卡里克说 我决定把这事一笔带过 这个丽莎或者基恩好不相关 关键是我们输掉了比赛 那是不够好的在曼联你输掉任 和比赛都会受苦 但作为球员的我比任何人更痛苦 因为你是责任人 有些球迷认为我 我们输掉了也好不在乎 接下来一周照样正常 生活直到下一场比赛 接受采访石脉廉正好在连赛杯点球大战 输给德比骏出局 输球其实真正会改变你那一周的生活 就像今天卡里克说 它会影响你改变你一周的想法 在某些比赛你知道自己让人失望 让球队失望 让自己也失望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将不得不接受现实 着眼于下一场比赛幸运的石脉一 次我们纠正了错误第二回合 3比0大胜 你终于可以真正向前看 丽莎显然最后也意识到了 这一点她以最艰苦的方式 上了一刻这对她不公平 但这就是现实 我对罗伊的言论 没有任何问题 卡里克的自传代比人 是英国足球名 纪封里温特后者将卡里克行 融为一个党派 是一个随时保持警戒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控制着情感 但又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在自传里卡里克 描述了自己 因为2009年欧冠决赛 布迪巴萨时的一次失误 耿耿于怀 最终一遇的故事 而那次失误 如果已如金曼联的中场球星 伯格巴们的标准 根本不算事儿那场比赛 纳联开场 围着巴萨的球 能狂轰乱炸 第十分钟 范德萨大脚开球 当时还不出名的布斯克 辞投球向前一顶皮球 落到卡里克 投顶她犹豫 这究竟是顶给 埃夫拉伊或朴 这星时宜之下 皮球被她随意顶 到了前方哈维 将皮球交给 伊涅斯塔 后者跟梅西配合后 带球突入 卡里克和安德森 乌 罚俗指 他将皮球交给 埃托奥看 卖龙猎豹 在禁区又泪晃过 为迪奇 卡里克奔力回追 飞产 仍无法组织巴萨9号首开 记录随后这场比赛 卡里克发挥 失常他招牌的对角线长传 多次被巴萨队长 普约尔拦截赛后 传闻扶决 对卡里克怒布克勒 甚至殴打了他 因为这次失误 卡里克最终出现了严重问题 抑郁症 我则怪自己 卡里克在书中写道 我的情绪越沉越低 最终进入了抑郁的状态 接下来的赛季 卡里克发挥糟糕新赛季 第二轮应超在做客生 斑马伯恩利的笔 赛里发丢点球 最终慢连领比一 霸冷落败 而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 他的错误 导致奥密奇和罗本 打入了关键的客场肉球 卡里克 还在米兰吃到红牌 他的赛季开局和结局完全一致 坐冷板 等现代社会体育运动员和女性 是最有可能产生抑郁的两个人群 德国门叫恩克 就因为异症摸鬼自杀幸运的 是卡里克在恩克的自传 2011年面世时走出了阴霾 说别做容易太多 但我从另一边走了出来 我本来不打算多说 这只是我人生旅途的 一部分我的故事的一个篇章 或许也是我的一段重要经历 但我不会因此惭愧 我也不会逃避 那不是我的特点 我只是觉得 过去说出来不合适 当时我要做的事 克服困难 我只考虑怎么变好 力争成功夺取冠军 踢好我的足球 这是最终走出难关的方法 然后你才有资格说 这样你才有资格捐 强卡里克笑着说 不知道为啥 我当时从来没考虑过 告诉别人 除了我的家人 除了我的妻子 爸爸妈妈和兄弟 甚至连他们 我都没有彻底敞开心扉 我只觉得自己需要克服困难 回到胜利的道路 重新踢好球 那就是我考虑的东西 我专注于重新踢好球帮助 球队夺怪 那是我唯一关注的问题 在评价合作过的最佳曼 连队友是卡里克毫无疑问 选择了唯一比他更大师 更低调的斯科尔斯 我一直都会说是斯科尔斯 因为他就在我身边 作为搭档与他一 起踢球非常美妙 我没有过许多不可思议的球员 令人吃惊 但我一直都选斯科尔斯 至于对手则是梅西 梅西是一个AC米兰时的西多夫 但巴萨中场不斯克词 伊涅斯塔 哈维加上梅西 你找不到更好的团队了 哈维德巴萨中场 曾表示卡里克是个巴萨 球员可以轻松 融入洛坎普的体系 然而从卡里克的自传中 你可以看出如今他的快 乐与曼连的成绩修气相关 他的儿子杰西和女儿路易斯 或许会让他暂时抛开足球的问题 但曼连的问题 时至今日仍然对他 教练卡里克的情绪有很大影响 无论我是球员意或教练 这都是我的生活 卡神说 如果你输了球 大碗睡不着 第二碗也睡不着 你走在街上 你感觉每个人都看着你眼神 就像这家伙 昨晚被人击败了 那就是我的感觉 你没法躲避生活 绝对不能一切如常 因为那是不 可能做到的 我当然也理解万联的比赛 对人们的影响 就跟我一样 那不是自私 我只是理解大家的想法 所以很难接受失败 我想如果你不懂这种感觉 你就不会痛苦 很容易接受 但我肯定不是这样 暂时远离足球 很重要因为你 如果不断这样时间太久不行中 图你需要解脱一下 特别是在曼联 这是俱乐部中的怪物 会大大影响你的生活 卡里克在曼联经历过扶决 莫耶斯 范加尔和穆里尼奥次任主帅 大哪怕在莫耶执角的不到一个赛季 他经历的考验也没有 本赛季在莫帅的教练组 受到的魔力更大 卡里克是曼联2008年 英超和欧冠双冠王阵 容理在曼联留到最后的一名球员 因此他的存在也代表着曼联昔日的标准 甚至92班的传统传承 卡里克可以找自己的前队友和教练及格斯寻找建议 有时候会不是很多 但是的我会这么做 卡里克说 这也是新鲜事物 你必须适应 这种经历 这是完全的改变 作为球员 我很长时间做着相同的事情 相同的位置 相同的思维 突然一夜之间全都变了 现在我对战一场比赛的方式 跟我还是球员时友 很大区别 我的一周生活也完全不同 我必须慢慢适应 现在感觉自然多了就只能适应 在今年4月的曼彻斯特 德比战后 伯格巴将他的进球和逆短 归功于卡里克的作用而 卡里克当时也在分析 智力边风方切磋的表现 作为教练 他已经得到过去的队友们的 尊敬曼联更衣是消息人士 透露卡里克是曼联主帅 穆里尼奥和球员之间很好的沟通 乔梁但提到伯格巴问题 卡里克一如既往的谨慎 老实说 我不想提及细节 我可以说的只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教练 哪怕上赛季我还是球员时 我已经